2013苗栗國際藝術季 跨界天王傳奇演唱會 即將在10月26號登場 而今年兩天是分別開放民眾來換票的 在上午就有將近5000位的民眾 到了巨蛋體育館前換票 人潮擠得水泄不通 首月10月8票準備在手上 台灣演滾天王500和China Blue的跨界演唱會 上午8點開放民眾換票 現場大排長龍 來換票的民眾相當踴躍 早上6點多 這麼早就來了 搖滾區 很喜歡500就對了 對 人潮從巨蛋體育館正門一路排到後門 大家都配合主辦單位的要求 準備好發票 現政府表示 10月12號可以兌換500和China Blue的入場券 每人限隊4張 13號開放兌換美生天王 羅素華盛的入場券 一樣是由5張發票來換1張的入場券 9到11份 有苗栗線消費 因為場地的限制 每場門票只有3萬張 想聽演唱會的民眾可得把握時間 而為了要迎接全台的樂迷 現政府也準備了4條路線的接駁專車 讓民眾免費搭乘 欣賞世界級的高水準表演 並且結合觀光行銷苗栗 帶動10月的旅遊熱潮 並且結合觀光行銷子 請問多遠的接駁專車